你知道吗 孩子爱咬手指下 有可能是缺乏味量元素 在小的时候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安全感的缺乏 它就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它的一个安全感的缺失 就会吸损手指 长大之后呢 慢慢的一个过程 它就很难改变 而且很多就像我们吸奶瓶一样 反复的吸损手指 甚至是这一个就是长期啊 它会导致很多疾病的 口腔疾病 然后我们在使手指嘛 使手足口啊 泡成性咽下盐啊 肠道病毒这一块 甚至是牙齿有一些 就是玉齿啊 这个牙齿有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 长期吸损手指 或者是有一些益石屁 吃一些泥土啊或什么 可能是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 这一块最终还回到 我们最开始那一点 如果有问题 要先去查清楚是不是块问题 如果是考虑 不是疾病的问题 是习惯的问题 就把习惯给它那个去除掉 很多家长会用什么辣椒啊 什么芥末啊 放在手指上 去给小朋友去吃 牺牲方法其实不太对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东西 小朋友他本身就是食物 对他说 他也吃进去了呀 甚至说达不得很好 或者是有反效果 我们应该给家长做好一个 就是吸损手指 早期可能很难戒 但慢慢长大 告诉他 这是不对的 要改正过来 他自己有意思 他也会改正过来 好生活值得优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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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